大家好 我们继续我们的HBase课程 那上一节课呢 我们讲到了HBase的一些特性 比如说它的一些这个高可靠 高效率 以及在互联网公司 它的HBase呢 如何去使用的 以及我们如何从 这个Apaq网站去获得HBase 那么听完上节课介绍呢 大家就可能觉得这HBase呢 是一个很不错的东西 起码互联网公司 那么公司在用 肯定有它的道理 那么我们怎么去用好HBase呢 那先第一步 我们如何去安装 那这节课呢 就是我们的目标 如何去搭建一个HBase尾分布式环形 那么在搭建HBase尾分布式环形之前呢 我们这里有两个前提条件 第一个是 你已经安装了Hadoop2.0版本 你是二点几版本 这个不关注 但是你必须是2.0版本的 那因为我们这个选择的HVS版本呢 是基于Hadoop2.0去运行的 所以你已经安装了Hadoop2.0版本 而且Hadoop可以正常运行 这是第一个这个前提条件 那么第二个呢 是你本机和本机 可以通过SSH直接互通 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 我可以通过SSH主机名 直接登陆到本机 因为我们是为分布式环境 它都在这个同一台机上面 那如果说是分布式环境的话 它会通过SSH呢 登陆到你的其他的RagingServer去 原理是一样的 这是我们的两个这个前提条件 那这个前提条件呢 满足购货呢 我们需要配置下面的三个配置文件 那第一个呢 是Hbase-env.sh 这是我配置一些环境变量 第二是Hbase-sitle.xml 这是我配置Hbase的一些这个核心内容 比如说我去连哪个地方的这个Hadoop 我的RuKaper端口是什么 RuKaper的主机是什么 从台这里面去配置 那第三个呢是RagingServer 也就是说 你如果说你有五台十台 或者一百台RagingServer 那么你需要把你的RagingServer 加到这个RagingServer里面 这个RagingServer很简单 就是每行一个主机名 或者一个IP地址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配置文件 怎么去配法 我们先看一个核心的Hbase 刚刚sitle.xml这文件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最精简的一个配置 那么第一个选项 Hbase.root.dm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我们前面简单给他介绍过 Hbase的文件呢 是依赖于HDFS 那也就是说 我这个地方 要能访问到 Hadoop的HDFS 你看到没有 前面是访问 Hadoop的HDFS的一个通信地址和端口 那么后面Hbase是什么呢 是指我的这个Hbase 所有的文件 是存在这个HDFS 跟目录产品 一个叫做Hbase这个路径 存在里面 第二个选项 Hbase.root.keeper.coron 这是指我的这个Hbase 它依赖于这个root.keeper 它所在的服务器主机名是什么 那如果说你多个这个 你后面可以多个分割 那我们学完这个 Hadoop过后呢 这个配置文件 应该很熟悉了 这就是说 我这个副本的副本 副制个数是几个 那因为我们是尾分布式的 那我们给它设置为一个 最后一个选项 是指 你这个Hbase运行起来是 分布式的 还是单机模式 那虽然说Hbase 我们这个是 尾分布式环境 但它 但是它也是一个 分布式的一个环境 那我们把它设置为true 这就配置完成了Hbase 刚刷头的这个核心文件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配置文件 Hbase.env.sh 在这里呢 我们只要配置两个地方 第二个地方是指 我们这个 JavaHome GDK的环境变量在哪里 那第二个呢 是指 我这个rookkeeper 是使用 Hbase自带的rookkeeper 那 Hbase为什么要依赖自rookkeeper呢 那我们后面的课程再讲 那这 这地方呢 大家只需要记得 我设为true就表示 我使用Hbase自带的rookkeeper 如果设置为false 那就是我们自己要去配rookkeeper 那第三个呢 这个raising servers 这个最简单的一个配置下 你有多少个这个主机 多少个raising server 你就加进来 每行一个主机名 就这么简单 那整共呢 我们 如果搭建一个尾峰式环境呢 那我们需要这个三个配置文件 好 那我们现在根据这个实际情况 来搭建这样的环境 大家看到没有啊 我们假定这个文件 已经放到了这个我的服务器上面啊 这个就是我们昨天啊 看到这个文件 那怎么办呢 第一步我们先解压 ta-zxvf 先把这个文件给解压 打解压锅呢 我们看到里面就配置配置像啊 那我们会看一下他这里有什么目录 看到没有 这里面有些目录 简单介绍一下 第一个是并目录啊 它下面是一些启动 关闭 hps的一些命令选项 那这个呢 conf呢 这是一个配置文件目录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需要配置文件的这个具体地址 那我们进入这个目录看一下 那这里面有这些这么多配置像 那我们关注的是第一个呢 这个是我要配置的 对吧 这个是我们要配置的啊 这个也是我们需要配置的 那我们先一个个的来 哎 我们先配置这个他的一个最核心文件 打开看到没 他里面是个空的啊 这个文件是要我们自己去填的 那我们把我们这个PVD上面这个名列扣过来 啊 扣了就可以了啊 这如果说你们去配的话 呃 这个主机名啊 一定要改成你自己的主机名啊 我这边这个主机名是sliver1 那如果说你是其他的主机名 那你要改成你自己的主机名 否则这是一个问题啊 我们还会来过保存退出 那这个是我们这个HBase刚塞了这个文件已经配成好了 那第二个呢是我们的HBase-env.sh配上这环境变量 我们把它打开 那这里呢 他把它做使用了 一个export一个加外的环境变量 那我们这时候呢 我们把它给打开 我们设置 加外本身的环境变量 那我们在装在哪呢 我们去看一下我们这个环境变量 PTR BigData 我们装在这里 啊 那我们看到的目录在这里 我们把这个给靠过来 那这个配置好环境变量 我们还打开这个 Role Keeper的这个依赖 依赖他的HB 如依赖 呃 HBase本身的Role Keeper 我们把这个给选项给打开 啊 啊 处表示什么呢 表示我依赖于 这个Role HBase本身自带的Role Keeper 那这个已经配置好了 我们保存退出 那第三个呢 是这个Raging Servers啊 这个配置文件是最简单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里面就有个Local Host 我们一般情况下呢 呃 把这个给改成 主机名 不要如果Local Host Sleeve 1 我们配置完成了 好了 那整个尾峰式呢 配置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呢 就是任何去启动啊 HBase 我们看一下 我们到这个 后退的啊 到闭幕的上面来 我们看到这个闭幕的上面呢 它有一些这个 维护选项 那我们关注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说你要启动Role Keeper怎么办 而是启动HBase怎么办呢 它这里面有个 Star-HBase.sh 那这个名称就很清楚了 是指 我通过这个命令来启动这个HBase 有一个Star-HBase.sh 那这个呢 也就是说 我通过这个命令 来把这个HBase C旋给关掉 好 那我们先启动一下 那学过学过这个 Linux都知道 点SSC怎么去执行了 对吧 那么点反斜杠 啊 Star-HBase 我们回车 大家看一下 它的这个启动命令项啊 启动这个选择项 看注意看日志 好 它认识呢 是1651 StartingRole Keeper 那Role Keeper是什么 HBase为什么要依赖Role Keeper 那我们这里先不讲 后续我们课程会讲到 这里我们大家只要记得 它第一个启动是Role Keeper 那么第二启动是StartingMust 那这个Must又是什么 在HBase中Must有什么作用啊 这个我们也现在不讲 后续课程会讲 那第三个呢是StartingRaging Server 那么Raging Server又是什么 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这里面依然去留个悬念 好的 那这时候呢 那这时候呢怎么去判断 这个HBase呢 有没有启动成功呢 那我们在学过这个Hadoop的时候呢 应该就使用这个命令GPS 是吧 看进程 我们敲一下 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个HMust 这表示我这个HBase 这个主节点已经启动了 HRaging Server 是表示我这个HBase 它的这个Raging Server 已经启动了 那这个呢 是指Role Keeper的这个进程 那看到这看到这三个呢 表示你这个呃 机型呢 已经启动完成了 那我们怎么去验证它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端口去访问一下 通过一面访问一下 让这个HBase呢 提供了一个呃 WebWeb访问界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呃 它端口呢 是60010啊 那这就是HBase的一个组界面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Must 叫1651 Raging Server 只有一个Raging Server 这个 1551 端口是60020 那这下面是一些 它的一些这个 呃 系统系统变量啊 比如说 呃 你有你有多少个的吗 系统表啊 用户表啊 系统表啊 是吧 那然后呢 你这个版本是什么时间编译的啊 等等 这些都有 那这个是 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那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是去告诉大家 如何去搭建一个 HBase 这个 尾峰不是环境 当然说 这个过程呢 在非常简单 哎 因为这个HBase呢 尾峰不是环境呢 是 搭建HBase最简单的一种模式 它主要用在什么地方呢 它主要用在 我们的程序员 去做一些这个 功能性的测试 那比如说我验证我的功能 是否正确 它需要使用 HBase这个环境 那没必要去跑到集群上面去做测试了 那可以搭建一个尾分布式环境 验证它所有的功能就可以了 好 那这是我们整个搭建集群的整个步骤 那这个里面两个地方呢 我再强调一下 第一个是 你的HBase 如果搭建成功的话 你的这个 Hadoop一定要是能正常运行的 也就是说启动情况下 那先启动Hadoop 再启动HBase 这就是我们前的条件 你的Hadoop 必须是已经安装好了 而且可以正常运行 这条件一 条件二 你本机可以和本机通过SSH 互通 也就是说你验证一下 SSH主机名 SLEVE1 它能不能登进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表示这是可以进行这个SSH免登录的 这两点你一定要保证好 就保证好这两点过后呢 你的这个HBase呢 才可以顺利的去安装 那这节课呢 我们先到这里